据说如果有人用火箭弹向你开炮 你可以尝试用手枪将它引爆 在电影试验战场里 当歹徒发射火箭弹时 男主一枪将火箭弹引爆并干掉了歹徒 而男主却毫发无伤 难道子弹真的可以引爆火箭弹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来到了火箭实验基地 并且托关系搞到了火箭弹 本次实验由武器专家进行监督 而在实验之前 他们对老奶奶卖早餐的拖车进行了发射 就在一瞬间的功夫 拖车被炸成了渣渣灰 而慢镜头显示 在拖车爆炸之后 烫手的熔铜弹头还在继续飞行 将后面的钢板融出一个大洞 那它与发射的子弹相撞又会发生什么呢 为了让子弹精准地命中火箭弹 他们用两条绳子制作了导轨装置 这样火箭弹就能沿着绳子的方向飞行 并且会在中间的某个位置触发手枪的信号装置 从而让子弹精准地击中火箭弹 实验道具准备好之后 所有人躲在安全屋开始实验 忽然一声巨响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 通过高速相机显示 虽然火箭弹成功发生了爆炸 但由于绳子绷得不够紧 导致火箭弹发生了抖动 使它和子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并且手枪的信号装置也不够灵敏 所以枪口也没有发射子弹 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导轨装置 将绳索绷紧并提高了手枪信号装置的灵敏度 这样又能否顺利引爆火箭弹呢 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这次子弹顺利发射 然后击中并拧爆了火箭弹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在火箭弹爆炸后 歹徒真的会当场开袭 而主角却毫发无伤吗 为此留言组需要对子弹和火箭弹的速度进行测试 然后通过两人相距80英尺同时发射 这样就能得到爆炸点的位置 下面他们来到实验靶场 并将图有刻度的木板连接成一面80英尺长的墙 格兰现场搭建一个简易计时器 当开枪的时候子弹会击穿锡箔纸 从而计时器开始计时 而在子弹击中20英尺或40英尺外的靶子时 计时器就会停止 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他们找来了电影中的同款枪支 托瑞在20英尺距离下测得子弹飞行时间为22毫秒 而格兰在40英尺下测得时间则为42毫秒 随后他们用同样方式测得 火箭弹的对应飞行时间为43和83.6毫秒 将两者数据带入表格中 就能得到火箭弹会在64英尺的位置被引爆 此时距离歹徒只有16英尺 那在这个位置爆炸对两人又能否造成伤害呢 然而专家却表示火箭弹最短激活距离为60英尺 也就是说在这个距离内 就算被子弹击中也不可能发生爆炸 所以电影中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格兰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他想知道人在距离爆炸点16英尺会不会受到伤害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将发射点设置在假人歹徒身后60英尺的位置 并在歹徒身边放置了压力传感器 然后根据位置关系分别设置了引爆点和持枪假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再次发射了火箭弹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爆炸并没有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一连串的融化弹片差点击中了持枪假人 所以就算电影中的子弹引爆了火箭弹 也不会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如果炸药被水泥封住 爆炸的时候就会失去威力 炸药的面包车停在了市区 为了压制炸药的杀伤力 主角将14吨水泥灌入了面包车里 而当炸药爆炸时 周围并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难道水泥真的可以抑制爆炸的威力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亚当背着老丈人将他新买的面包车带到了实验场 并决定用他们进行爆炸实验 看同等炸药剂量下 在空车和灌满水泥的车里 哪种爆炸的威力更大 而实验将分成两组进行 首先进行的是空车对照实验 亚当按照电影中的场景将警车布置在相同的位置 而吉米则将38公斤的炸药安放在车厢里 本次实验将从两个维度来对比爆炸的威力 第一个是测试爆炸弹片的杀伤力 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将木制甲人布置在距离汽车9米的圆周上 通过捕捉弹片的数量来衡量爆炸的威力 而另一个维度就是测试冲击波的压力大小 因为爆炸能量大多数是以冲击波的形式传播 只要将这种压力传感器放置在不同距离的位置 通过电脑就能计算出冲击波的大小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防暴屋按下了起爆按钮 强烈的爆炸下的两人虎曲一阵 汽车也在瞬间被炸得灰飞烟灭 而周围的甲人更是无一幸免 甚至连76米外的压力传感器也遭到了破坏 整个爆炸的碎片区域半径达到了205米 显然这样的威力远超他们的想象 那如果在车内灌满14吨水泥 效果又会如何呢 这次他们决定用导演的爱车进行测试 并将同等重量的炸药分成两份 分别用木桌固定在汽车的中央 以此避免炸药浮出水泥 同样在周围布置好甲人后 他们开始往车厢里浇灌水泥 这十分下饭的场景让亚当忍不住要大吃一惊 但很快吉米就暂停了实验 因为木桌下面的炸药被水泥冲了出来 而此时水泥已经灌满半个车厢 导致他们无法打开车门 为了实验的顺利进行 吉米锯开了车厢的木板 并缩使亚当钻了进去 因为车厢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 让人窒息的65摄氏度 亚当重新调整了炸药的位置 并用木板进行了加固 当14吨水泥全部灌满之后 整个车厢被压得趴在了地上 为了避免水泥凝固影响实验效果 亚当立即按下了起爆按钮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38公斤炸药的爆炸效果 居然和电影中一样 周围的假人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难道水泥真的可以抑制爆炸的威力吗 可就在他们收拾现场准备收工时 亚当意外在水泥中发现 没有引爆的炸药 原来导报所脱落 导致只有很小部分炸药被引爆 于是亚当向朋友借来一辆新的面包车 他们决定重新开始实验 而为了保证炸药成功被引爆 吉米用木板制作了一个炸药箱 并且固定在车厢中央 当水泥重新灌满车厢后 他们再次开始引爆炸药 这次爆炸的威力是否会被水泥抑制呢 随着一声巨响 汽车被炸得粉身碎骨 中间只剩下一个弹坑 假人也全都变成了残枝断壁 很明显这才是它的真正威力 而通过和空车的爆炸进行对比 被水泥封住的爆炸在水平方向 并没有明显的冲击波 碎片散落的区域也不到之前的一半 所以水泥并不能抑制爆炸的威力 只是改变了能量释放的方向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当乒乓球被加速到超音速时 就能对人体造成致命伤害 难道小小的乒乓球真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此留言组决定将乒乓球加速到超音速 看它对人体究竟能有多大伤害 亚当和吉米首先用球拍进行了测试 正常人能将乒乓球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 而咱们中国运动员扣砂时能达到180公里 但距离音速还相差甚远 为此亚当用真空泵和塑料管打造了一个空气泡 他将乒乓球放入管内的一端 并用胶带将两端密封 然后抽空里面的空气 实验时只要戳破后面的胶带 空气就会迅速涌入管内 只要后方的气压大于前方 乒乓球就会持续加速 这时亚当戳破了后方的胶带 乒乓球在强大的气压下飞速射出 之后他们对空气泡进行了改进 并将炮管增加到之前的两倍 经过测试 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600公里 尽管速度已经非常惊人 但还远没有达到实验的要求 那如果将炮管增加到24米 是否就能达到超音速呢 然而当亚当戳破胶带后 乒乓球竟然在出口处停了下来 因为炮管太长 导致空气渗透到了乒乓球的前面 从而平衡了压力差 但他们通过高速相机发现 乒乓球在9米处的速度是最快的 于是亚当锯掉了多余的炮管 并且在后方增加了一个高压仓 他们为炮管提供50万帕的压力 从而使乒乓球的速度变得更快 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恐怖的1246公里 下面他们来到试验场决定扩大实验规模 看用46米的炮管发射乒乓球 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为此亚当搭建了一个46米长的发射管 并且将后端的高压仓气压增加到345万帕 用胶带把炮管两端密封之后 他们抽掉了管子里的空气 一切准备就绪 吉米撬开了高压仓的阀门 就在一瞬间的功夫 乒乓球从46米外的出口飞速射出 虽然时速达到了1.4倍音速 但高速相机却显示 乒乓球在出口之前就已经破碎了 为了保证射出的球完好无损 亚当将炮管的长度缩短至6米 并把气压降低到207万帕 再次进行实验 令人惊奇的是 这次乒乓球不仅没有破碎 而且速度比之前还要快 基本上达到了子弹出塘的速度 那么在这种高速下 乒乓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呢 这时亚当将一个乒乓球拍固定在炮管前 然后再次打开阀门 巨大的压力将乒乓球以超音速射出 瞬间就将球拍击穿一个洞 为了测试乒乓球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 亚当捡来一个不要钱的猪屁股 看乒乓球能否将其击穿 随着乒乓球的发射 猪屁股直接被击倒在了地上 并且造成了一个3.8厘米深的伤口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强大的冲击力使皮肉产生了分离 虽然没有子弹致命的威力 但如果击中人体的话 估计会有点疼 所以没事千万不要在家尝试